57国代表集体访华 中国的影响力站在了世界之巅 其压力将传递给美国 随着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北部的持续进攻 一场人道主义灾难正在上演 哈马斯的前途是一回事 而巴勒斯坦人民的命运才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关心的焦点 在这一大比例下 伊斯兰合作组织与阿拉伯联盟举行峰会后 代表57个国家的外长委员会 开启了访问联合国武藏首都之行 代表团员包括沙特 约旦 埃及 印尼 巴勒斯坦的外长 以及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长 因为这次出访的首战是北京 这就引发了中国影响力已经站在世界之巅的讨论 现在的问题是 中国有可能通过斡旋 直接促成中东和平吗 虽然其前景还不确定 但是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国家仍然把希望看向中国 自然有其充分且合理的理由 首先 中国是联合国武藏国家中 唯一说话能够引起重视 而且又不是西方特别反感的国家 在武藏国家之中 美国 英国几乎和以色列是一个鼻孔出戏 而法国的屁股呢 也是坐在西方一边 俄斯自己身陷战火 说任何促进和平的话 都会被西方看成是动机不良 另外 俄罗斯与哈马斯的关系 在冲突爆发之前过于亲密 从而引发了以色列和美国的不满 只有中国能够站在相对公正的位置 或者说能够以一种更加容易让西方国家接受的方式 来表达巴勒斯坦人民的意愿 毕竟中国并不希望看到巴以冲突持续 因为这不符合中国这个世界最大贸易国的战略利益 其次阿拉伯国家明白 只有以中国拉近关系 才能够给美国施加更大的外交压力 而美国则是有能力影响以色列军事行动国家 你可以把这层关系理解为曲线救国 美国把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 他们最忌惮的就是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超过美国 而57个国家的代表来访 几乎塑造了一种中国比美国更重要的影响 如果美国为了与中国竞争 不得不想办法对以色列军事行动加以约束 那么对阿拉伯国家来说 就算是达到目的了 最后 伊斯兰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的直接目的 是促进哈马斯和以色列的停火 并不等于要拯救哈马斯 这个也非常微妙 此次出访的代表没有伊朗和土耳其 而这两个国家是支持哈马斯的 而其他阿拉伯国家主要是为了停火止战 或者是为了避免巴以冲突危机外溢 那些拥有往事的阿拉伯国家 如果非要在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选择一个对自己威胁最大的势力 当然是哈马斯和伊斯兰革命更危险 而不是以色列的军事威胁和领土扩张的行动更危险 57国的联合代表团在中国就明确表示 寻求立即停火止战 立即停止杀戮 必须立刻把人道主义物资运送至加沙 他们期待从中方开展更多的合作来共同担负起责任 以阻止当前的危险局势防止危机进一步蔓延 对中国来说 现在正是拉近以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国家的好朋友好兄弟的重要契机 中国的外交政策一直是坚定维护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政党权益 始终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益的政党要求 中国对联合代表团的主张 基本上持支持态度 当然我们也不是完全站在以色列的对立面 中国政府早就表示尊重以色列的自卫权 但是绝对不等于以色列可以滥用自卫权 所以就算中国无法左右以色列继续在加沙展开军事行动 也有办法独自向以方传达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国家的诉求 这样的压力不但是以色列要承受的 对美国政府而言同样如此 现在的项目被制作了 我们现在的项目已经有名称之一了 我们现在拍个照片 混合做成项目的 你们就 loading了